的与世,向来都是辩证的,既世之东鱼,必收之丧鱼,鱼与熊掌,又且能兼得,若精彩,必俱人,若绿己,克服人,若量足,能的人,向来英雄多处于草莽,典基多元于民间,皆因平静而你亦长大,不加弟子难成人,人生显有坦兔,得世总是无序,无序因应世之的而泣喜, 因应世之事而去痛,是你的,总会到来,人生是条无名的河,是生是血都要过,做事先做人,做不好人,便做不成事,做人非一日之工,需要不断历练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多行善事,多计善德,终有善人善果,当做不成事时,就多学学做人,学会接受残缺,是人生的成熟, 人无完人,缺憾是人生的常态,人生有成就有办,有志就有散,没有谁能得天独厚,一手遮天,鱼和熊掌,不可兼得,这是人生的无奈,成熟的人,能带然地面这一切不完美,所以不抢求不知者,凡事件人事,随人而安, 追求完美是美好的理想,接受残缺是美好的心态,朋友是另外一个自己,和阳光的人在一起,心里就不会昏暗,和快乐的人在一起,嘴角就长大微笑,和进取的人在一起,行动就不会落后,和大方的人在一起,主事就不小气,和睿智的人在一起,浴室就不迷茫,和聪明的人在一起, 做事就变机敏,借人之志,完善自己,学最好的别人,做最好的自己,别去试探人心,他会让你失望,有些事知道了就好,不必多说,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要之事,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,前手伤眼,后手伤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